拥有一百万粉丝的生活 会是一种什么体验 我是陈钱 今天的采访对象是陈有明 你可能见过他 因为江苏卫视一战到底 优酷自制综艺 同意屋檐下 你可能粉过他微博 小红书百万粉丝up主 一个金融从业者 同时是一个广泛参与 综艺广告公益活动的公众人物 你来上海应该是我警惑 你还要自备了 你倒不下来 是为什么 刚才我在外面 我在 对镜头的时候 然后我也说 我说因为镜头上看到你 要么是综艺 要么是你的各种视频 演讲 公开的场合 非常完美的形象 我说我特别想 点顿外卖到他家 然后俩人坐下来 因为有时候我在你身上 可以看到诸实离人的影子 可以看到东北大妞领 但是我可能更喜欢你另外一面 就是 就坐下来大家喝点酒 吃点饭这种感觉 是 喝点酒吗 有吗 有啊 我们家 就是最不缺的这种酒喝 对 我是 那中午喝酒 你不介意我 那你下午工作一下 在学生时代是什么原因让你 是性格 是当时的经历是怎么样 然后你毕业以后开始做这个 就我其实从小 从很小的时候我都是那种 就是小时候当班长 然后当那种文艺委员 对 然后很喜欢组织活动 然后在学校里学生会当各种各样的部长 然后做活动 接待别人 这种 然后我就是一直很喜欢跟人打交道 然后同时 其实我以前都不会承认 但我现在就会大胆说出来 其实我比较喜欢被别人关注着那种感觉 然后但是我大学是一个比较压抑的学校 财大 谢谢 财大什么学 我公管的 公管 是一个比较压抑 大家都很知 就是我觉得大家 大学习的地方 对 很value那个学习的能力 OK 然后学校里其实办活动 也都是那种潜长折制的办 不是会非常的大型的那种 但我还会认真的去参加 那你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活动的场合里面 你会还是会走得比较前面 就是去引领做一些活动啊 主持啊这些事 对 但你仍然 就是在你现在的生活里面 你仍然把这个金融作为你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虽然是我们本科的时候有点叛逆吧 跟传统这个教育体制 他要他要这种上课 就是不去上课 就是去干嘛 但是在你内心 你还是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了解世界的方式 因为如果你单纯只是做博主的话 你就相当于是在一个消费产业链 最就是这是消费者嘛 这是整个品牌 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节里面 你只能接触到 甚至不是品牌直接给你 是一些agency 给你的一些信息 然后你传达给消费者 然后你既没有决定权 你对这整个产品线 没有一个决定的权利 你只有一个传播的权利 其实是一个很狭小的一个一方领域 但如果以金融的方式去参与到整个项目之后 你其实是绕到了整个品牌的背后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去参与到整个的环节当中 其实是我觉得是让自己的世界变大 你对你想做的事情有这么强烈的控制 或者说你不想让自己陷入狭隘 对那肯定 我希望我的世界是越走越广的 那你在追求什么呢 就是人生最丰富的体验 我知道你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是觉得挺OK 挺富足的 而且你挺享受每一天的 那你觉得自己是活成了别人羡慕的状态 我不是很在乎这个问题 就是别人羡慕羡慕 我觉得我没有想 但我觉得如果有人羡慕那也很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也不是所有人 我觉得极少数人才有这个幸运 每天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大多数人都是还是在做着一些 可能没那么喜欢 甚至有些讨厌 然后偶尔可能有一些快乐的时候的事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你把它归结为一种幸运 但是咱们如果抛开幸运来讲 你觉得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这样的生活状态 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你觉得哪里跟别人就不一样 为什么有些姑娘也想像你一样 但是却没有达到 但是你却成了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坚持 因为我算是18年左右开始做 开始会发一些东西在网上 但那个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是博主还是什么的 然后但是同时期其实有很多女孩子在一起在做 就可能我们5000粉丝的时候大家都5000粉丝 然后会聊到天互相关注什么的 然后但是后来慢慢做下去就会发现很多人就不做了 很多人就去做别的了 因为他们发现好像赚不到钱 或者是没有多少人关注 他们就停下来了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然后就是这些难点才你克服了 才是你能迈到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原因 我就是一直在做 其实我那时候有工作坚持 其实不太赚钱 然后我也是在分享有的没的 那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表达的人 逼逼赖赖的人 对我就是我总还要说的 我不如把它整理好说下来 对或者拍成照片写成文字这样 虽然我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有满足感 但是我内心深处也有一些我很想去做的事情 但这些事情不是那种你知道 我需要努力个二十年才能达到的 就是有一些快乐 我是有一些及时的快乐想达到 比如说我想去某个地方 我想见到什么人 我想看完多少本书 就是类似这种简单的 但是却能达到的一些目标 然后我达到了我就会 就是给我多一份 加倍的快乐 那我想问的问题是 如果所有的这些 我们精神层面的这些满足 都没有物质座之长 你会优先于去拼物质 还是说去还是坚持自己喜欢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物质很重要 我觉得赚钱很重要 看我如果一定要有先后顺序选择的话 我一定是会选择先赚钱 再去做这些事的 那你对金钱的这个认知里面 你觉得多少就算 就OK我可以先把它放在后面 然后我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 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 我觉得你要说数字的话是很很难了 我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那现在你是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就是物质已经没有再给你成为烦恼 基本的生活的满足 但你要真的让我说数字 我觉得好难说 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 如果你用数字衡量 就是你开始计算的那一刹那 你的压力就会上来了 为什么其他的女孩子很难 因为很多人在做小红书 很多人也在自媒体上曝光自己 除了你刚才说的坚持 有的人做的物质就是物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现在叫博主叫KOL Key Opinion Leader 但其实很多人都不是 都甚至都没有在说自己的opinion 没有说自己的意见 大多数人是在一个垂直的评论里面 做自己相对来说比较擅长的事情 真的是我是穿搭博主 就会一直分享穿搭 我是美妆博主 一起分享美妆 旅行博主 就是拍自己旅行vlog 但我是 我最开始这么做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你这样不行 你只要给自己找一个标签 找一个垂直的赛道 我就是什么都分享的 我就是像 我其实这么做是因为我在很 就是比如说美妆穿搭 我都觉得我不擅长 然后我觉得我擅长 或者是我更吸引人的是 我整个整体 我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我为什么今天想穿这个衣服 然后我今天买了什么 我去逛了哪个博物馆 这一些事情 就是这一些的一个整体 是我优于可能会 更加吸引别人的地方 所以我就是坚持着一直去分享 然后这几年 其实之前因为可能工作比较忙 所以也没有时间多分享自己的想法 这几年之后我突然发现 好像只有当你在分享想法的时候 那个共鸣 或者甚至是争吵 就是有时候别人是不同意你的 但这个东西才会给别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然后也才会 就是让你存在在他们的脑海里面 然后对我觉得是分享观点很重要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就是很多人就是专心分享自己的成功 或者是快乐 或者是努力 但其实我觉得分享自己的不成功 因为我就是那种常常在网上喊 我真的很累 我工作太忙了 或者是我恋爱又不成功 或者是我怎么就是分手很难过 就是我也会选择性的分享自己的不行 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大家才会有共鸣 就是你自己去打破你所谓很完美的小圈子 这个也蛮重要的 所以你像通过互联网向外传递的也是真实 对 就是你对的样式 对这个点很好 就是你以前当我还说两三万分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是想说我经营一个比较厉害的形象 但后来发现就很容易被骂 你但凡想隐藏起来的东西 都是未来别人可以骂你的方式 所以我后来就选择说 我就是一点隐藏都没有 就我觉得我甚至比如说我的朋友圈 从来都没有分组这回事 然后我也不会半年可见三天可见 就是你想看就看 微博也是 然后就是反正大家就是当你没有隐藏的时候 别人也就没有抓手去攻击你 这是我的逻辑 我觉得如果只是说他因为漂亮啊 努力啊 机会比别人好 所以趁着自媒体前行的红利器起来了 拥有了现在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看法太偏面了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他在消费领域的布局和思考 做的事情将来的规划 他在营造一个很良性的优势的闭环 那很多人现在是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力 时间精力去换取一份固定的收入 但是他很通透 就是他所有的付出是为将来的布局的做准备 我认为这个是拉开他和其他很多KOL 包括我在内的一个本质区别吧 就是风口可能会帮助很多人 但是一个人的知识 思考的深度 他的布局能力 才决定了他真正的天花板 也许 当然也许我看的也很偏面 因为他比我厉害嘛 他比我厉害嘛